拒绝莱猪 台湾猪赞 众人齐喊口号表达拒绝莱猪的决心 明年元旦台湾将开放 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美猪进口 台湾市政府为了宣誓拒绝莱猪 这天携手养猪协会等单位 一同签署宣誓联署书 要与猪能们站在同一阵线 如果国人不是这么有疑虑的话 教育部全国也不会禁止学校 采用莱猪 所以我想包括教育部也都有疑虑 那也因此如果我们不能给孩子吃 不能给老师们吃 要守护孩子的话 那这个莱猪给谁吃呢 我也希望说我们的政府 我们的蔡英文政府 一定要请听民众的声音 请听我们所有人民真正的诉求悬崖勒马 市长大口吃下国产猪肉来支持台湾猪 台中市农业局表示 台中市养猪户有203户 猪汁约9.6万多头 加上我国猪汁 饲养成本每公斤至少65元 相较于国外高出10到20元的成本 不利国产猪竞争 猪农也建议政府要拿出魄力 将美猪及国产猪标示清楚 才能避免冲击到国产猪产业 中央是标示产帝国嘛 它西项 产品它没有要标示那个 萊克多巴尼还是瘦肉精 当然是会余力啊 余力就是进来如果粉冲怎么办 这个要有人把关嘛 所以我们台中市就先做起嘛 台湾猪跟国产猪的标示一定要正确啊 而且要让消费者能够确实的 能买到我们台湾猪的猪肉 跟那个我们国产猪 然后消费者买到安全 为什么没有污染的猪肉这样 为了保障台中市民食安与猪农竞争力 市府部位中央寄出食安管理自治条例 加上检举萊猪拿奖金等政策 要坚决表达台中市民拒绝萊猪的立场 这两位台中采访报导